震惊宗外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 大决战的胜负一见分晓 蒋系精锐部队被消灭殆尽 只能退守长江以南 1949年4月1日 双方代表周恩来、张志宗 在北平开始了和平谈判 并献张志宗代表团在20日前给予答复 1949年4月20日 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致使和谈破裂 1949年4月21日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 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在中国的大西北 共计3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陕甘宁清新五个省 有着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 还有国民党的各地方武装力量 其中以青海的马步方 和宁夏的马鸿奎实力最强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 第一野战军首当其冲 于1949年5月4日发起了陕中战役 直指西安和关东地区 5月19日 第一野战军已经占领了咸阳等地 在西安的胡宗南见势不妙 立即决定撤往汉宗 这里有着他的如意算盘 他这一撤 西北的大门就立刻为彭德怀敞开了 势必惊了清宁二马 这里是二马的大本营 待到双方拼个尼斯我活后 如果彭德怀胜了 他还能接着向南跑 如果两败俱伤了 他就能坐收渔翁之力 5月20日 第一野战军进入西安城内 西安解放 目前战局之发展态势 确实如胡宗南所料 二马的确惊到了 但是他们的人更是一个比一个惊 但是所有人都明白 二马不可能合 大家想要的就是蒋介石的一纸伟人状 谁能当老大 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在一野指挥部内 虽然已经成功解放西安 但是彭德怀清楚的知道 二马必会来袭 胡宗南也会见机反扑 所以命令刚刚从华北军区归入一野的 第十八和十九兵团 立刻加快行军速度 务必在战事发生前从太原赶到西安 伟人作让一道 蒋介石原本希望 委任宁下的马洪奎为西北军政长官 但是他已经下野 李宗仁成为了代总统 于是最后的任命结果就是 马布芳为西北军政长官 在会议上 马布芳让自己的儿子马纪元指挥清宁联军 马纪元立刻开始了作战部署 在彭德怀的华北军没到之前 趁他兵力不够 一定要打下咸阳和西安 彭德怀对于他的行动 看得是清清楚楚 预计后天战斗就能打响 但是十八兵团的六十一军 在急速行军后 明天下午就能到 这一招马纪元是怎么都不会想到的 十八兵团六十一军 在赶到西安后 下属181时已经得令奔赴咸阳 组建第一道阻击敌人的防线 1949年6月11日 咸阳阻击战正式打响 在消灭了大量敌人后 彭德怀命令主力部队 主动后撤 又敌深入 马纪元以为一眼已经溃败 咸阳和西安唾手可得 遂命令青马部队越过宁马防线 直接进攻咸阳 在城北 城东北 城西 181时已经构筑了坚固的防线 当马纪元的部队赶到时 先把咸阳层层的包围了起来 6月12日 下午4时30分 马纪元的三个骑兵团 发起了集团性攻击 骑着战马 挥舞着大刀 在炮弹的配合下 直从城下 突破了一眼的一个连把守的阵地 但是一眼战士 不畏生死 一声令下 与青马骑兵拼起了刺刀 先后击退青马五次整营进攻 消灭200余人 在13日5时的另外一处战场 青马的三个步兵师已经赶到 当一眼的一个连队 被青马切断了后路时 凭借着旧豪沟 进攻和包围 当时间来到13日5月12时 18兵团主力部队从西安赶至咸阳 配合181时 向青马发起全线反击 青马节节败退 至14日上午 前沿阵地全部收复 宁马见势不妙 在一眼主力部队赶到时 扔下了青马撒腿就跑 咸阳阻击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马步方反扑咸阳 西安的计划直接落空 对于目前的形势来说 二马已经后撤 彭德怀和贺龙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二马现在是精神高度紧张 兵力分散 快速歼灭不太可能 而湖宗南的五个军 兵力集中 全都聚在了一起 再正好犯了兵家大忌 部队的部署没有纵身 当被包围时 没有可支援的部队 只能让自己变成梦宗的鳖 所以消灭湖宗南于秦岭以北 怎么看都是合理的 用三个兵团 包围湖宗南的五个军 再用剩下的一个兵团 牵制住二马 这事就成了 而湖宗南非常笃定地认为 自己的阵型没有问题 彭德怀要想打过来 边路的华北军 最少得拖他一个月 而且打马我帮 打我马帮 实在不行我还能跑 彭德怀就是要用他 意想不到的方式 给他来个迎头一击 让部队进驻 湖宗南与二马之间的 罗局镇和煤线火车站 切断两者之间的联系 剩下三个兵团 全力围歼兼湖宗南 1949年7月10日 第一野战军兵分散路 王镇率领的第一兵团 许光达率领的第二兵团 周世帝率领的第18兵团 同时向胡宗南的军队进行炮击 一野的进攻是胡宗南没有想到的 炮弹所到之处 敌人丢盔卸甲 完完全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守不住 只能向西边的罗局镇逃跑 然而经过一夜 75公里的急行军 等候在这里的二兵团四军纵将士 早就按耐不住了 刚刚见到敌军露了头 直接就开打 敌军箭撞立刻往回逃 而这时 他们的总司令李镇下达了死命令 必须攻下罗局镇和煤线火车站 打通去往宝鸡的一夜防线 凡是退缩者 一律就地相决 从远距离交火到近身肉搏 四军连续击退敌人十余次突围 带到一兵团和二兵团会合后 把突围的剩余敌军残部 围困在了渭河的河滩之上 敌人自知无路可逃 全部投降 等到18兵团进军到罗局镇 三个兵团会合后 又合结了剩余残敌 杨德志率领的第十九兵团 也出色地完成了阻击马洪奎的任务 确保了辅美战役的胜利进行 辅美战役共计歼灭敌军4.3万人 我军伤亡4700人 解放了宝鸡和另外九个县城 为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奠定了基础 经此一役 胡宗南没了四个军 这使得清廷二马惶恐不安 为了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由阎西山主持 胡宗南 马步方 马洪奎 参与的西北联防会议召开了 会议上阎西山建议 首先在座各位的恩怨要一笔勾销 其次要来个先下手为强 主动找一野进行决战 马洪奎不会是匹划马 哼哈地答应着阎西山的提议 长篇大论的大谈与青马的感情 马步方也开始聊起了亲情 从他这算 与马洪奎上下四代姻缘 说到动情处 全都拿起了白手绢 擦去了留下的鳄鱼的眼泪 在大局面前 二马终于兵事前嫌 兰州决战计划 这就完事了 回到休息驻地 马洪奎赶紧把儿子喊来 打包好行李 当夜就飞回阴村了 去兰州决战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马步方得知马洪奎逃跑后 这个气呀 刚才那出戏 可能就他当真了 从二马的行军路线上来看 彭德怀看着作战图 开始了沉思 二马归朝 各回各家 打宁马 青马可防可逃 打青马 宁马还是那个瓮中的别 那最后的决战地点就在这 兰州 一野部队开始向兰州进军 过了这条河 就是回族比较集中的地区了 一野纵将士 认真地执行着 毛主席强调的民族政策 尊重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 把猪肉 猪油 全都扔在了河的这一案 做完了这些 一生过河 大部队浩浩荡荡的蹚河而过 决战马上就要开始 作战部署也随即展开 一兵团迂回敌后 切断敌军退路 二兵团向城南 城西进攻 并向东包围敌军 十九兵团向城东发起进攻 十八兵团在宝基天水地区 牵制湖东南 战前已经明确的知道 敌人的南山阵地是其精锐 由八十九军和一二九军把守 共约五万人 1949年8月21日 二兵团和十九兵团的六个团 组成了工程部队 向南山阵地发起进攻 因为准备不充分 攻击受处 激战两日 伤亡很大 进展甚微 彭德怀当即决定 各部队停止攻击 进行了三天的重新调整 改进战法 准备攻坚 拿下南山 切断城北铁桥 敌人的退路就没了 25日清晨六时 大炮已经上山 对南山的进攻再次打响 经过几轮骑射 敌军的火力 已经完全被压制住了 冲锋号吹响 所有战士开始发起冲锋 南山就在脚下 到了山顶 就由不得他们了 但是马纪元 癫狂的命令守军 拿出秘密武器 燃烧的汽油桶 从山顶滚下 陡峭的山坡上 瞬间变成了火海 一野的攻势 被暂时打退了 等到部队反应过来后 冲锋再次开始 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到了拼刺刀的时候 阵地在反复的争夺中 几经易主 战斗从扶晓 打到了黄昏 终于南山阵地被攻下了 马步防守城部队 全线撤退 一野各攻击部队 乘胜追击 8月26日20 第二兵团攻占兰州城西 并抢占城北铁桥 直至26日5时 肃清城内守军 十九兵团主力 全前城东敌军 马步防14日 先行一步回到西宁 马纪元26日 紧随其后也跑了 带到最后进攻西宁时 父子俩逃到了广州 然后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马洪奎这边 不仅没派兵支援 在得到兰州失守的消息后 举全家妻儿老小 逃到了重庆 后又去了台湾 最后去了美国 陕干宁清新五个省 就剩新疆了 面对一野 摧枯拉朽的现实 陶志越 鲍尔汉于9月25日 发出通电 宣布率全省军政人员起 新疆得以和平解放 影片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第一野战军 与其他野战军相比 所处环境更为恶劣 人员不足 武器装备相对落后 解放战争期间 攻击歼灭敌军 64.8万人 铲除了盘踞在西北 七八十年的马家军 在3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仙烈们洒满了鲜血 给这片黑暗笼罩的大地 带来了一片勃勃的升级